DNA至上论 你可能注意到了,在上一节中,我根本没讨论过DNA。 那是因为,是蛋白质的电磁电荷变化,引起了蛋白质那些引发行为的活动,而不是DNA。 我们究竟是如何得到基因控制生物学,这个广为传播且常被引用的观点的?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提出,遗传因素被代代相传,决定后代的性状。 达尔文的影响太大了,所以目光短浅的科学家们都忙着去寻找它。 它们自认为能控制生命的遗传物质。 1910年,精细的微生物分析皆是,代代相传的遗传信息包含在染色体中。 染色体是线性结构,在细胞分裂为两个子细胞之前可看到。 染色体结合到自细胞最大的细胞器细胞核中。 科学家把细胞核分离出来时,他们解剖了染色体,发现遗传因素主要由两种分子,蛋白质和DNA组成。 由于某种原因,生命的蛋白机制与这些染色体分子的结构和机能密布可分。 1944年,科学家确定事实上是DNA包含了遗传信息, 于是人们对于染色体的机能有了更精确的认识。 提取DNA的实验其实很简练。 这些科学家们从某种病毒中,我们姑且称它为A病毒, 分离出纯粹的DNA, 然后把这个纯粹的DNA加入到只含有B病毒的培养物中。 在很短的时间内,B病毒就开始显示之前 仅仅在病毒A中可见的遗传性状。 得知只需要DNA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物质, 就可以传递性状后, DNA分子顿时变成了科学界的超级明星。 现在,就只等着沃森和克里克来发现超级明星分子的结构和机能了。 DNA分子常常地像线一样, 它们由四种含氮的化学物质组成。 这四种化学物质被称为一碱基, 线飘零,胸线密定, 抛密定, 鸟飘零或ATCG。 沃森和克里克对DNA结构的结构又导致另一个发现。 DNA中的ATCG这四种碱基的序列解释了蛋白质主链上的氨基酸的序列。 DNA分子长串可被分解成单基因。 这些基因片段为特异蛋白提供了蓝图, 这样用于再造细胞蛋白机制的密码被解开了。 霍森和克里克也解释了为何DNA是完美的遗传分子。 正常情况下, 每个DNA链都和另一个DNA链纠缠, 形成一个名为双螺旋的松散包装的构型。 这个系统的高妙之处在于, 两个链的DNA减基序列是完全相同的。 当两个DNA链解开后, 每个单链都包含了信息, 能为它自身制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互补的副本。 因此,通过一个分离双螺旋中双链的程序, DNA分子就能自我复制。 这一发现引出了一个假设, DNA控制它自身的复制, DNA是它自己的老板。 DNA控制自身复制, 且充当体内蛋白质蓝图的想法, 引导弗朗西斯·克里克建立了生物学的中心想法, 即DNA控制一切。 这个信仰在现代生物学中至高五上, 实际上已被篆刻在石板上, 因为它就相当于科学界的实界。 这一法则也被称作DNA至丧论, 是每个科学文本的固定内容。 在这一法则关于生命秘密如何展开的体系中, DNA高高在上, 接着是RNA。 RNA是DNA的短命复印件。 严格说来, RNA是为组成蛋白质主链的氨基酸序列解码的物理模板。 DNA至上论提供了基因决定论时代的逻辑, 因为生物体的特征是由其蛋白质的性质决定的, 而其蛋白质又编码在DNA中。 所以, 根据逻辑, DNA就会代表主要原因。 或为生物体性状的主要决定因素。 DNA获得了超级明星的地位后, 剩下的难题是自作出人类夜空中全部基因明星的清单。 让我们进入人类人类基因组计划, 一个开始于1980年代晚期的全球性科学项目, 来制出人体中所有基因的目入。 从一开始人类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传统看法认为, 组成人体的十万多个不同蛋白质中的每一个都需要一个基因来提供蓝图。 除此之外, 还有至少两万个调节基因, 以安排为蛋白质编码的基因的活动。 科学家得出结论, 人类基因组可能包含至少十二万个基因, 它们都位于人类的二十三对染色体中。 但那还不是全部情况。 一个全球性的玩笑正在揭幕。 这个偶尔让科学家不安的玩笑使他们确信他们发现了宇宙的秘密。 想想尼古拉斯·戈拜尼在1543年公布的发现带来的巨大冲击力。 他宣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 而当时的科学家和神学家都认定是。 地球实际上是围绕太阳转, 而且太阳本身也并非宇宙中心。 这一事实动摇了教会的学说。 通过挑战教会的假定永远正确, 哥白尼用打破范式的发现发动了现代的科学的革命。 科学最终取代了教会, 成为西方文明中用于理解宇宙秘密的智慧的源泉。 当科学家发现整个人类基因组只包含大约25000个基因, 而非他们预想的超过12万个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了同样巨大的震惊。 80%以上的假设的同样也是必须的DNA, 居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事实证明, 那些遗失了的基因比尼克松录音带中 那遗失的18分钟更棘手。 基因蛋白一对一的概念是基因决定论的基本原则。 既然人类基因组计划颠覆了基因蛋白一对一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必须抛弃关于生命如何运作的当前理论。 我们再也不可能相信基因工程师能一如反掌解决我们所有的生理难题, 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基因来解释人类生命和人类疾病的复杂性。 我可能听起来像一只高喊遗传学的天空掉下来了的小鸡, 然而也不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大鸡也在说同样的话。 在对人类基因组计划令人大跌眼睛的结论发表评论时, 世界顶尖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迪摩救人的复杂性的问题发表了演说。 但是,除非人类基因组包含许多计算机无法探测到的基因, 不然,事实很清楚,我们人类之所以比蠕虫和植物毫无疑问更复杂。 并非是因为我们使用了更多的基因。 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更复杂, 我们巨大的行为能力,产生的有意识行动的能力, 非凡的身体协调能力,因环境中外部变化而做出精确和拍的改变, 学习记忆。 我还要说下去吗? 这正是给未来的一个挑战。 正如巴尔迪摩所言,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结果, 使我们转向考虑有关生命如何受控的其他观点, 去了解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更复杂, 这是留给未来的一个挑战。 此外,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结果, 还让我们专心思考我们和生物圈中其他生物的亲缘关系, 我们再无法用基因来解释为何人类居于进化阶梯的最顶端。 因为到头来, 在人体内发现的基因总数和在原始生物体内发现的基因总数并无多大区别。 让我们来看看三种在基因研究中研究得最充分的模式生物。 名为细务力引肝献虫的微型献虫, 果蝇和实验小鼠。 研究基因在发展和行为中的角色时, 这种原始的献虫充当了绝好模式。 这种成长, 繁殖迅速的生物有一个精确典范的身体, 恰好由969个细胞组成, 并有一个大约302个细胞的简单大脑。 尽管如此, 它有独特的行为能力。 最重要的是, 它可用于基因实验。 秀丽引肝献虫的基因组由约24000个基因组成, 而由5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人体包含的基因, 仅仅比这种缓慢的无脊椎的千数细胞组成的微型献虫的基因多1500个。 另一种常用的研究对象果蝇有15000个基因, 因此, 更高级的果蝇, 其基因总数比更原始的秀丽引肝献虫的基因还少9000个。 当说到人和老鼠时, 我们可能必须将老鼠看高一点, 将我们自己看低一点, 因为平行的基因组计划揭示, 人类和镊齿木动物的基因数相差无几。 细胞生物学入门 回首往事 科学家们早就应该知道, 基因不能控制生命。 根据定义, 大脑是对控制、 协调生物体生理和行为负责的器官。 但是, 细胞核当真是细胞的大脑吗?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真的, 即细胞核与其含有DNA的物质是一个细胞的大脑, 那么, 如果进行一个称为去核的手术, 移除细胞的细胞核, 应该会导致细胞立即死亡。 现在, 那个伟大的试验隆重登场。 音乐大师, 请击鼓。 科学家们把极不情愿的细胞 拽入显微手术的圆形剧场, 绑定起来。 利用一个显微操作仪, 科学家把针一样大小的微量滴管 放到细胞上方的位置, 随着显微操作仪灵巧的一戳, 我们的调查者们把微量滴管 深深插入到细胞的细胞质内部, 利用一点吸力, 细胞核被提取到滴管中, 然后滴管又从细胞中被拿出来。 在充盈着细胞核的滴管下方, 躺着我们的细胞裂时, 他的大脑被取出来了。 但是, 等一下, 他仍然在动, 我的天, 细胞仍然是活着的。 伤口愈合了, 而且, 像一个术后康复的病人一样, 细胞开始慢慢地, 蹒跚地走来走去。 很快, 细胞就回复了原先的脚步, 好吧, 是他的尾足。 逃离显微镜的领域, 希望永远也不要再看到一个医生。 在去核手术之后, 许多细胞能在没有基因的情况下, 存活两个月甚至更长。 可独立生存的去核细胞, 不像生命维持系统中, 细胞质的脑死亡块一样, 懒散度日。 这些细胞积极地摄取食物并新陈代谢, 保持其生理系统, 呼吸、消化、排泄、 能动性游动等的协调运作, 保留了与其他细胞沟通的能力, 而且能对需要环境刺激物的成长和保护 做出适当反应。 聚合手术并非没有副作用, 这不足为奇。 没有基因的细胞不能分裂, 也不能制造它们在正常细胞质 损耗中所失去的任何蛋白质组分。 有缺陷的包浆蛋白不能被取代, 造就了最终导致细胞死亡的 机械性功能障碍。 设计这个试验是为了测试细胞核 为细胞大脑的这一观点。 如果细胞在去核手术后立即死亡, 实验结果至少可以为内信仰提供支持。 但结果毫不含糊, 一百多年前,古典胞胞学者贯常地从正在分裂的卵细胞中把细胞核移除, 并发现, 单独地去核核后的卵细胞能够发育至 囊胞, 含有40个或更多细胞的胞漆。 今天, 去核细胞被用于工业目的, 成为以病毒疫苗生产为目的的细胞培养中的活性饲养层。 如果细胞核与其基因不是细胞的大脑, 那么DNA对细胞生命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去核细胞死亡, 但不是因为失去大脑, 而是因为失去了繁殖能力, 丧失了组分再生能力后, 去核细胞不能取代有缺陷的蛋白质结构单元, 也不能自我复制。 因此, 细胞核并不是细胞的大脑, 细胞核是细胞的生殖线。 把生殖线和大脑混为一谈, 是个可以理解的错误。 因为科学一直是一个特殊的行当, 且到现在仍然是。 男人经常被指责为用生殖线来思考, 因此, 科学家不慎混淆了细胞核和细胞的大脑, 也就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了。 细胞核并不是细胞的陷 theatrical子。 殿勒 SPEAKER 感谢观看